这本书告诉你团队合作和复合团队的优势 而在职场上呢 我们也在拼速度 所有的人都在追求效率 拼命加班 恨不得一天啊 得干完一个星期的活 那我就想了 你这剩下这一个星期要干啥呢 对吧 就干下个星期的活 那你这不得没完没了啊 不过啊 我们的生活不仅是节奏变快 而且还充满着各种无法预料的突发状况 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 甚至是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有可能我在这录着录着就断电 我希望这还是比较轻的 别露露露的天花板塌了啊 还有就是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商业合作伙伴 一夜之间就破产了 甚至还有可能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发明了一种强大的机器 那一下子就让你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那么在这些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你的团队来帮忙 我们对于团队啊 并不陌生 公司在招聘的时候 都要看中你的团队合作能力 那么什么样的团队 才真正能够做到齐心协力 取长不短 达到共同的目标呢 还有就是像现在啊 很多的大公司动不动就有几千个员工 还有各种部门 很明显要把这些人算成一个团队呢 肯定是不现实的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建立一种复合型团队 也就是小团队组成的大团队 可是这样不就更复杂了吗 那这样的团队要怎么运作才能保证达到好的效果呢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本2015年5月上市的国外新书 Team of Teams 我们暂且把它翻译成团队中的团队 来看看是怎么组结复合型团队的 另外呢 在面对难以预料的挑战和威胁的时候 团队要拿出什么样的适应力来应对 听完了这本书 你至少会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说我们对于效率的疯狂追求是不可救药的错误 面对意料之外的困难 一个组织要怎样做才有备无患 还有就是 从美国的波特兰机场的一次撞击事故 和在哈德森河的一次紧急着陆当中 你能学到什么有关组织结构的经验教训吗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效率并不是终极目标 不论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效率这个词 大家一定听了都不少了 那是我们回想一下 老板开会的时候 说的最多的东西里面 是不是就有提高效率这一点呢 现在啊 人们张口闭口都是讲效率 而且大多数的企业也把追求高效 当成了头等目标 那么即使在商业领域之外 我们的社会也在时时刻刻的追求效率 从规划业余的时间到生活的小窍门 再到管理跨国企业 每个人都想用最少的努力 获得最好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效率是越高越好 那么要说我们对待效率的执着 其实呢 从1900年就开始了 当时的经济学家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他就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 他发现啊 通过尽量减少生产过程当中 每一步的时间 就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效率 可是呢 一百多年过去了 在现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效率不再是等于成功了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时间 他不仅啊 是转得更快了 而且呢 联系得更加紧密 也就是说 在无穷无尽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 会产生让人难以预料的结果 而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蝴蝶效应 那么对于这个蝴蝶效应啊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名词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在这个亚马逊丛林里面 一只蝴蝶扇扇翅膀 可能就会给美国带来一场飓风 而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 一个视频也可能引发一场革命 你不相信是吧 那我就跟你啊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话说在2010年 在一个突尼斯的小镇里面 一个叫做塔瑞克的男子 为了抗议警察腐败 点火自焚了 而他的堂哥呢 就把整个过程都拍摄了下来 而且最后还传到了YouTube上面 点击率一下子就达到了几百万 那估计是看了这个视频的观众啊 这个也是有点新潮澎湃 也纷纷的发起了抗议 结果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而这股抗议的潮流呢 是一传十十传版 就传到了隔壁的埃及 最后统治了埃及30年的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就这样被闹下台了 你说最早这个塔瑞克抗议的时候 有谁能够想到最后他会推翻一个政府呢 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呢 只能用在可控的环境之下 也就是说基本可以预测的结果 可是呢通过上面这个例子 还有我们瞬息万变的生活 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今天的世界可是很难预料了 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才会带来成功 如果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复杂多变 那藏在这里面的风险就更难预料了 它们无处不在 变化多端 可能冷不丁的就会出来吓你一跳 那么面对风险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会怎么办呢 按照他的逻辑啊 对于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都要事先想好解决办法 这样一来 一旦问题发生 我们就能够用这套预案来保护自己 比如说 假如啊 你住在一个风暴多发的地方 就应该建一个备用发电机 以防风暴来临的时候断电 再比如呢 要是你和这个邻国的关系比较的紧张 那就应该盖城墙 防止他们打进来 可是呢 想要有备无患 就要了解所有的风险 然而呢 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面 要做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无从知道 问题会从哪里来 所以说只依靠预案来预防风险 是远远不够的 那该怎么办呢 关键呀 就在于这个适应能力 所谓适者生存 现代的组织一定要有适应力 能对于意料之外的危机 做出迅速的反应 否则呢 他就很可能走向灭亡了 那么就拿本书作者之一 麦克·瑞斯塔将军的亲身经历来说吧 他在2003年 作为美国特遣部队指挥 出征阿富汗 跟伊拉克基地组织相比呢 这一支精锐部队 在方方面面都有资源优势 那么按理说呀 应该能够打胜仗才对 可是呢 美军最后却还是输了这场战争 原因在哪里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美军 没办法适应基地组织的作战方式 基地组织的部队 它没有明确的层次 对每一次袭击都能够迅速反应 面对这样能够快速重组的灵活部队 再强大的获利 也起不到作用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 团队是解决问题的最佳组合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 在上学的时候 老师啊 是经常会把一般同学 分成好几个小组来完成任务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俗话说得好 三个臭皮匠顶格诸葛亮 团队是能够解决 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 那么对于公司来说 也是这个道理 有了团队 公司才能更好的来应对 现代社会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啊 以效率为中心的组织 这样的公司里面 凡事都要根据命令来行事 只有大boss才知道各种情况 而其他人呢 就跟傻子一样 只有服从的份 可是呢 你说这种组织形式的缺陷 它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不管一个人 多么的神通广大 都不可能一手解决所有的问题 咱们举个例子 1978年 在美国波特兰国际机场 就发生了一次坠机事故 造成了十人死亡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 在发现一个小故障之后呢 机长就决定 要延长安全准备的时间 结果呢 燃油就在这段时间里耗完了 整个过程 机组人员就不断的提醒机长 说油量啊 再减少 再飞 可就飞不动了 可是呢 因为啊 机长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从头到尾都无视别人的建议 最终就酿成了惨剧 那么如果啊 作为一个团队来合作 说不定啊 就能避免这次事故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说这个团队就可以更好的处理复杂的问题呢 关键就在于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 团队和命令式的组织是完全不同的 成员之间呢 不是上级和下属的关系 而是啊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共同的经历 也会使大家相互信任 有了共同的目标 团队成员就能对于紧急的状况 做出迅速的反应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 怎么做 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例子当中 在波特莱机场的这场事故发生之后呢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就意识到 说飞机的技术啊 实在太复杂了 完全交给一个人来处理 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呢 他们就启动了机组资源管理项目 来组建团队 而这个方法究竟有没有用呢 当然有用了 在2009年 哈德森和尚的一次紧急迫降当中 机组成员们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迫降 但是呢 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所以不需要花费时间来协调 就能够配合默契 最后化险为宜 如果人数太多 那就组成团队中的团队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 在任何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 团队都特别有优势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你是老板 面对公司上千的员工 该怎么组建团队呢 很简单 这个时候就要组建团队中的团队 如果不论多少人都放进一个团队里 那肯定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 那跟没团队是没区别的 所以说对于大公司来说 一定要组建多个团队 大家都知道 所谓团队就是成员之间要密切合作 相互之间还有非常的信任 因此呢 一个团队的人不可能说太多 因为呢 你总不能谁都相信吧 那么为了有效果 超过150人的公司 就应该组建几个团队了 那么在组好了小团队之后 就可以再把它们组成一个大团队 而每一个小团队 是大团队当中的一员 就像小团队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 不过呢 团队啊 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它能让工作流程变得灵活快捷 但是另一方面 团队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 也就意味着它会很排外 所以如果说公司里面 有好几个团队 就必须得知道其他团队的整体目标和工作流程 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件事情 都有小团队在负责 否则就会出现没人管的地方 工作就会有漏洞 作者麦克瑞斯塔将军 在美国特遣部队的经历就表明 团队之间啊 要是不能够相互理解 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 他有一次啊 到这个特遣队的情报机构视察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储藏室里面堆满了 在突袭当中搜集到的情报 而全都是装在没有开封的垃圾袋里 那么这些珍贵的情报 怎么就无人问津呢 因为啊 前线部队是不了解情报部门的工作方式的 结果 情报就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等到最后送到这个分析师手上的时候 已经就没有价值了 很显然 一个组织想要运转良好 一定是少不了团队 可是怎么组建团队 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呢 别着急 继续往下听 复合型团队必须要能看清全局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 这话一点也不错 有用的信息往往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那么过去呢 公司都特别喜欢保密 甚至是对内部人员也要保密 比如说普通员工就很少会知道管理层在讨论些什么 除非是迫不得已 有些信息啊 一般是不会公之于众的 而我说的这个信息呢 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 从销售和营销策略这样的敏感信息 到员工表现和工资计算方法这些简单的信息 那么根据泰勒的说法 我们不仅是没有必要分享信息 分享信息还会带来风险 每个工人只应该管好自己的事 而所有的信息都掌握在管理工厂的人手里 然而呢 当今社会的复杂性需要一种更加开放的信息处理方式 那就是共享 只有团队之间共享信息 才能对大局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也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之下 做出明智的决定 如果说啊 一个团队 连他们工作的整体意义都不清楚 那么做出的决策 可能对于自己的团队是有利的 但是对于整个公司来说 就不见得有好处了 我们再回到那些 被塞在储藏室垃圾袋里面的珍贵情报 前线的作战人员 以为啊 自己只要是收集到了情报 就算完成了任务 毕竟他们的目标 就是成功发动袭击嘛 可是呢 他们却忽视了整体的目标 那就是要保证 整个美国特遣部队的胜利 因此呢 当作者迈克瑞斯塔将军 接管伊拉克的美国特遣部队的时候 就强调啊 一定要共享信息 他们在巴格达基地 建立了一个联合作战中心 让特遣部队的成员呢 能从这里获得和作战相关的所有信息 而另外呢 一旦某个行动 可能会影响到小组之外的其他人 这些人也会收到邮件提醒 每周的作战情报通讯会 还会通过电视转播 确保特选部队的每个人 都能够了解作战进展 那么这样一来 信息就不会被浪费了 团队之间也要像同一个团队内的成员一样 互相支持 在单一的团队里 成员之间联系紧密 互相依赖 要想复合型团队有效运作 那么每一个小团队之间也要建立起这样的关系 我们刚才说过 团队之所以这么有效 就是因为成员之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 这让他们是紧紧的抱成一团 而相反 如果紧紧是把一大汪人扔到一个房间里面 告诉他们 你们要一起工作 这个是算不上什么团队的 同样的道理 你说要建立一个复合型的团队 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 对于团队中的团队来说 他们必须要像单一团队里面的成员一样相互信任 那么只有这样 小团队们才能够形成一种共识 齐心协力 共同前进 团队成员之间要形成这种默契 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那究竟怎样才能在这么多的团队之间 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呢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有共同的经历 咱们举个例子 本书的作者当时啊 想要改善美国特遣部队里面不同团队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 还想增进团队和其他合作部门之间的联系 比如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 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一项大工程一样 但是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在特遣队里啊 发起了一个交流项目 就是让每一个团队的成员在别的部门待上半年 比如说海豹突击队的队员要到陆军特种部队里待上六个月 反之亦然 假如说一个公司里面的几个团队里的成员都互相不认识 那可能就要给他们创造机会了 只有这样 团队之间的联系才会更加紧密 一个复合型团队要有决策能力 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 假如啊你是复合型团队当中的一员 团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都是非常顺畅的 那么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挑战 这些小团队需要合力解决一个大问题 正当你着手开始做计划的时候 你的老板突然跳出来说 只有他才能做决定 的确很多时候呢都是老板说了算嘛 可是这样真的好吗 两个字不好 我们要知道啊 周围的事物呢是瞬息万变 因此为了迎头赶上 公司必须要给团队自主决定权 那今天的世界怎么就这么复杂呢 原因呢就在快节奏和事物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 幸好一个有共识的复合型团队啊 正好就呼应了这种紧密联系 但是呢如果团队没有足够的话事权的话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还是回到本书作者的亲身经历当中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 他在部队里面发起了一个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项目嘛 后来呢他很快就发现啊 他的批准只能是走一个形式而已 这些团队已经有足够的信息 来做出周全的决定了 但还是需要他签字才能去执行 而等待批复的时间就拖了所有事情的后腿 于是呢他又定了一个叫预售执行权的新规定 这样一来团队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能够自行处理了 可是啊如果团队没有足够的信息 那么把控制权交给他们可能会是一场悲剧 因此呢在富裕团队决策权之前 一定要先保证有一个稳固的组织结构 确保信息能够流通顺畅 如果没有基本的共识的话 随便把权力下放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话又说回来 既然团队已经有了独立行动的权利了 那还要领导干啥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领导的作用 如果一个团队已经有了所有的信息 还能保证做出有效又周全的决定 他们还需要领导吗 当然要了 不过呢这个领导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导 而是一个能让团队独立自主的领导 一般来说啊 领导呢就像是一个军队的总指挥 坐在幕后对手下指手画脚 而下面的小兵小将则会乖乖的去完成任务 说到底下属啊 就像是被领导控制的机器人一样 要做什么该怎么做 都有领导来决定 然而呢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复合型团队了 为什么呢 你想想啊 如果说一个团队动态又高效 手上有好多的信息 还有能力做出重大的决策 可是呢 却老是有个人压在他们的头上 不让他们去行动 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也有例外 有时候呢 可以慢慢的去跟领导提建议 商量个大家都能够满意的结果 但是最好的方法还是让团队自主决策 这不仅呢 更有效率 而且可以让团队在执行计划的时候更加的投入 那么一个新时代领导应该做什么呢 他们的任务啊 就是要保持团队文化 团队文化就像胶水一样 他把各个小团队是言丝合缝的粘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大集体 这样看来 领导呢 就不是扯线的木偶师了 而是一个引线人 不仅要挑起话头 还要鼓励所有成员都参与讨论 复合团队里的领导 要保证每一个小分队呢 都有自己的决策权 哪怕是等级最低的成员 也应该参与决策的过程 而换句话说 领导呢 应该像园丁一样 培养好企业文化 而公司的日常运作就交给团队来负责 在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世界呢 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所以一定要靠团队来应对这种复杂性 通过组建团队中的团队 公司就可以把全体员工 变成一个目标一致 适应力强的有机整体 冲着同一个目标通力合作 达到共赢 好了 今天这本团队中的团队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